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要去唐人街的百老汇走一走 曾经繁华四季的唐人街百老汇 现如今看似已经失去了网约的繁华 相比较经常去的法拉盛 这里看似人少了许多 这个一百块钱 这个八十五 看来唐人街还是可以摆一摊卖东西 放了一圈这里的村庭 感觉价钱呢 法拉盛的价钱差不多 没有太贵 有的时候出来闲逛呢 也不一定就是要买东西 只是看一看走一走也挺有意思的 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呢 并不喜欢逛这种地方 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我觉得看看这些小街小贩还是挺有意思的 途经一家赵昌露食公司 感觉他的广告特别的醒目 露得荧光色 黑色还有红色 远远的就看到他的广告牌子了 在唐人街也是能找到各式各样的海外游食小吃 有的 涂眼炒 油 他不敢玩 平板的一家猿 有的 有的 这些是没有了 这些都要泡泡好没有 好过去 他好高兴 没事 还没问题 上来没有了 然后他还没问题 多烟 这里 对 有真的 我没有客气 这也不是帅来的 进来一家海卫铺逛一逛 这里面的人还挺多的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卖 正所谓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刚刚看到这个瑶柱 只要55美金放 不知道相比其他的店 是不是价钱要便宜很多 不知道最近是不是吃螃蟹的好时机 我看到到处都在买卫铺 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我 好象地海鲜 并不是特别的情绪 曾经繁华一世的移动大楼 各式各样特色的服装小吃 总统和帅油 在只要看到 从小就处给人看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 所以大家肯的话 他们会把一个衣服上 觉得我们家里有儿 今天我们来以后 健身的烟 咱们是不是 我们有此注意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我们能不能打开 我们来看看 是 我们去看 我们来看看 我们就可以 中国城超市 我记得以前这里好像叫香港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各种锅门瓢瓢只要一块钱 我记得以前在中国经常听到广播 是这样说的 两元店全部两人 跳楼大甩卖青藏大出离 最后三天 第남逆男人 走过山派 。 靠街 人生 forgiven 有 写 我记得以前这里整条街都是卖蔬菜水果的 现在只剩下这么几家了 不知道其他的人都去哪里 还是家里的路途 还是在这里 是一种的路途 还是一种的路途 不知道这些面包是从哪里买的 这个阿婆好像在卖面包 我感觉那逛街就是逛个热闹 看见形不形色色的人穿越在人身中 都是在做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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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些都是要比酒老酒店的东西便宜很多 这个也一块 也是一块 这也挺好的 这也挺好的 这里是一块 这也挺好的 嗯